小朋友们,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,地球上还没有蚂蚁的时候。 有一个人,他非常喜欢吃甜甜的东西。 他的名字叫做好鼻湿。 因为他的鼻子特别大,特别灵敏,能闻到远远的甜味。 他鼻子又大,又红又亮,嗅觉特别灵敏。 他特别喜欢吃甜食,但却好吃懒做。 整天只顾住满足自己吃得好,吃得饱。 好鼻湿的太太,一位勤劳贤惠的妇人。 见他成天吃甜食,不做事,便凑了一笔钱,交给他。 希望他能出去学点赚钱的本事。 这一天,好鼻湿高高兴兴地拿着钱离开家。 但他并没有去学本事,反而买了更多的甜食来吃。 像糖葫芦,蜜饯,甜酒酿等,统统进了他的肚子里。 太太住急地说,你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? 我们家的钱都被你吃光了。 好鼻湿满嘴甜食,开心地说,没关系,再说吧。 有一天晚上,好鼻湿把最后几脚钱也花在甜酒上。 喝得醉醺醺的,当他摇摇晃晃地走回家,天色已暗。 突然,一只毛茸茸的东西窜过他的眼前。 妈呀,好鼻湿,大叫酒醒了大半。 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只肥胖的母猪掉进了粪池里。 他松了一口气,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。 才刚到家门口,好鼻湿看到一大群人围着,不知在喧嚷什么。 就只听到一位妇人哭住说,傍晚时我还在猪圈里喂了他。 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,村民们安慰他说, 李大妈,别急,我们帮你找回母猪。 好鼻湿看到了,灵机一动跑了上前,大声喊道, 太太,我回来了,瞧我学会什么本事了。 太太疑惑地看住他,怀疑地问, 你说说看,到底学了什么本事。 好鼻湿很得意地回答,我受仙人指点, 现在我的鼻子能嗅出人们遗失的东西。 好鼻湿对住闹哄哄的人群里,大声喊道,李大妈。 我的鼻子最灵验,让我来找母猪。 一群人好奇地跟在好鼻湿, 只见他东秀秀西闻闻,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。 走到菜园里,他突然喊道, 我闻出来了,母猪就掉在粪池中。 果然,大家在粪池中找到了母猪。 李大妈开心得不得了,破涕为笑。 从此以后,大家都很佩服好鼻湿。 凡有一失东西的,都来找他帮忙。 有一天,皇帝遗失了珍贵的御印。 朝廷里,议论纷纷。 大家都很注急。 有位大臣建议皇帝召请好鼻湿来寻找。 好鼻湿接下圣旨。 心里十分惊慌,但还是硬住头皮前往。 皇上派来轿子接他,在前往皇宫的路上。 好鼻湿看到田螺和螃蟹爬到马路。 不禁大喊,田螺和螃蟹真是笨, 死到临头还不知道。 哪知,轿子教夫听到后, 吓得跪下求饶,原来两个教夫。 他们名字刚好是田螺和螃蟹。 这两个人正是偷御印的小偷。 教夫求饶地说, 好鼻湿先生,求求您原谅我们吧。 御印在后宫的古井里。 好鼻湿,假惺惺的。 好吧,既然你们认错, 就饶了你们这一次。 进了宫以后, 好鼻湿假装寻找御印。 摇头晃脑左右张望, 一会儿,走到古井边时, 突然喊道, 我闻到了, 找到了就在这口井里。 皇帝马上派人下井, 果然找到了御印。 皇帝十分惊奇的, 也相当感谢说, 好鼻湿, 你真了不起, 想要什么报偿。 好鼻湿, 甜甜嘴巴, 得意地说, 我想先好好吃一顿甜食。 皇帝让好鼻湿饱餐一顿, 但是好鼻湿吃这甜食, 想着如果能上天, 吃到更好的甜食就好了。 大胆地提出他的愿望。 皇帝于是命令人用瞎的须, 编成梯子。 让他爬上天去, 好鼻湿喜滋滋地爬天梯。 爬呀爬, 眼看就要到云端了。 却在这时, 碰到瞪住大眼睛一脸凶向的雷公。 雷公大喝, 红鼻子的家伙, 竟敢往天上爬, 看锤。 雷想轰隆轰隆想个不停, 天梯被雷劈成好几段。 好鼻湿从云端哗啦跌下来, 摔成了细粉。 这些粉末他们到处爬爬秀秀。 寻找甜食, 鼻子都像好鼻湿一样灵敏。 传说啊, 他们变成了常见的蚂蚁。 小朋友们,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 希望你们喜欢, 咱们下回再见。